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本法23条来势汹汹 香港经济、公民社会有何影响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启动 五宗罪细化国安罪名 金盘人承诺让恒大持续运作 600万业主如何维权 党府就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 德语媒体 中国房地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请大家收看 基本法23条来势汹汹 香港经济、公民社会有何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启动 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 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下跌 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这条新的国安法例 将对香港的经济和公民社会产生影响 有专家指出 立法中提到的一些罪行 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 导致外资撤离香港 破坏香港的营商环境 此外 港府的立法行动为采纳联合国的建议 增设更多国安罪行 进一步侵犯市民的基本权力 加剧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担忧 这项立法也引发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担忧 他们担心 港府会进一步阻止外国机构 与香港公民社会的联系 目前的香港立法会没有反对派 因此无法有效监督立法工作 人权组织也表示 这项立法将进一步危害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 呼吁国际社会对立法行动进行谴责 并敦促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 周上所述 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 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外资撤离 立法行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和香港公民社会的担忧 认为这将进一步侵犯市民的基本权力 破坏香港的自由和人权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启动 五宗罪细化国安罪名 BBC 香港政府宣布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 第23条立法咨询 立法建议包括订立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其中包括五大罪行 这一举动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 虽然特首李家超表示 设23条的案件将在香港审讯 不会送到中国大陆 但仍然引发了香港市民的担忧和抗议 立法咨询期仅一个月 比2003年尝试立法时的三个月更短 这被认为是特区官员 想要快速完成立法并避免批评的举措 有评论员认为 此次立法的目的是让中国官方感到安心 但也将进一步确认香港不再是国际城市 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文件共有9章 涵盖了五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其中包括 叛国 叛乱 煽祸叛变或离叛 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 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和境外干预 这些罪行的定义非常广泛和模糊 一旦通过立法 北京和港府将有更多法律武器 来对付异见人士 这被认为将进一步确认 香港不再是国际城市 让这里充满威吓与威胁 港府官员不断强调 23条立法是参考西方国家的同类法律 但有评论员指出这只是外衣 他们认为 西方国家的国安法律没有引起反弹 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民选的 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不满 而香港则不同 香港市民对于23条立法的反对声音 已经不再有反对的空间 这次立法的目的是让中国官方感到安心 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 金盘人承诺让恒大持续运作 600万业主如何维权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高等法院日前颁布了对恒大集团的清盘令 这对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恒大集团是中国的龙头房地产企业 其清盘可能导致数百万业主的维权问题 恒大旗下的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 在香港股市一度停牌 但随后复牌 一些投资者压住恒大母集团 有机会改善债务危机 使得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的股价出现了短暂上涨 然而目前恒大清盘仍然存在转机的不确定性 恒大集团被裁定清盘后 清盘人发表了一份声明 承诺让恒大业务能够持续运作 并将与管理层商讨下一步工作 清盘人表示 他们将尽力保留和重组恒大业务 增加债权人和其他权益人获得还款的机会 声明中还强调 清盘令只针对恒大集团母公司 不会对旗下附属公司造成直接影响 然而 清盘人的努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为恒大集团涉及的债务广泛 并且涉及到数百万业主的权益问题 恒大集团的清盘可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 和整个经济造成连锁反应 恒大集团拥有大量烂尾楼项目 涉及的购房业主多达600万人 相关专家表示 政府可能会介入采取积极措施 保障业主的权益 比如协调其他开发商接手项目 或提供资金支持 然而 清盘核债务问题也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和大规模的维权行动 这可能对中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振 已经对国内生产总值GDP造成了冲击 而恒大集团的清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 党府就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 联合早报 香港政府日前启动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 建议今年内实施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次的立法将涵盖五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如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等 党府公布的咨询文件详细解释了这五类行为的定义和范围 并对相关罪行提出了规管建议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这次立法是回归26年来仍未履行的限制责任 必须尽快实施 他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并指出早一日修补短板 风险就少一日 香港建制派阵营对这次立法表示支持 认为这次的咨询文件比2003年更加深入和完善 然而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则建议当局延长咨询期 让市民有更充分的时间参与讨论 他同时担心这次立法对民主党的影响 希望政府能够厘清意见不合时会否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 由于目前香港几乎没有反对力量 加上港人对国家安全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他相信这次的立法会比2003年顺利 他预计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利用舆论攻击和唱衰立法 但中央政府会在外交层面帮助香港打好国际舆论战 德语媒体 中国房地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之声 评论指出 中国房地产行业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房价下跌 现在的关键是 北京当局将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评论认为 北京当局可能会选择让房地产泡沫自行破灭 以恢复市场的健康发展 然而 政府也可能会对一些小业主和小储户提供救援 从长远来看 房价必须下跌 才能让普通收入阶层也买得起房产 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 以及习近平的危机应对能力 人们对中国领导层的低息政策和房地产行业 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做法 持怀疑态度 此外 中国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其经贸伙伴 德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可能会受到影响 环于古今教育局引爆的DSC震撼弹 国际认受性质疑挥之不去 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初的一系列事件 让香港考评局陷入困境 首先 他们未能按计划在深圳设立两个内地考场 这导致考生需要跨进到香港参加考试 尽管这对考评局的公关形象有一定影响 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愿意在专业性上妥协 然而 更严重的问题是国际认可的问题 在立法会会议上 议员邓飞对考评局提出了口头质询 质疑文凭市的海外院校认可是否减少 考评局在回应中表示没有院校表示 不再承认文凭市 并更新了官网上的相关信息 然而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官网上发布的信息存在错误和不完整的情况 这引发了对考评局公信力和文凭市国际认可的担忧 这一系列事件对于香港考评局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首先 他们未能按计划在内地设立考场 这给考生带来了不便 尽管这可能是为了保持专业性而做出的决定 但对公关形象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国际认可的问题 邓飞的质询引发了对文凭市海外院校认可的担忧 考评局虽然回应称没有院校不再承认文凭市 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官网上发布的信息存在错误和不完整的情况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考评局的公信力 也可能影响到考生的前程和整体教育发展 考评局需要认真面对这些问题 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 首先 他们需要及时纠正官网上的错误 和不完整的信息 以恢复公信力 其次 他们需要加强与海外院校的沟通和合作 确保文凭市的国际认可仍然得到保障 最后 他们需要加强对考生的宣传和说明 以消除考生和家长的担忧 并保证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 只有这样 考评局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并继续为香港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货运物流业界把关前线 跨部门反恐专则组传授建议急报秘诀 新岛日报 总结 今天 香港的跨部门反恐专则组 在一场宣讲会上向货运物流业界 分享了反恐和保安信息 并介绍了准确预报 建议急报计划 该计划鼓励业界在货物申报时提供准确信息 并报告任何可能与涉恐涉报有关的可疑物品 专则组还将为业界举办保安教育讲座 以提升员工的保安意识和识别可疑货物的能力 此外 新岛申诉王还推出了一个名为我要赞取的栏目 邀请市民投稿赞扬身边的好人好事 香港去年整体罪案数量增加近三成 联合早报 此外 除了诈骗案件的增加 香港去年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犯罪案件数量上升 其中 涉及持刀商人的案件增加了13% 涉及枪械的案件增加了44% 涉及毒品的案件增加了18% 以及涉及暴力罪行的案件增加了11% 警务处处长表示 警方将继续加强执法力度 与其他执法机构合作 共同应对犯罪问题 香港启动23条立法 增5大国安罪 德国之声 香港政府在周二1月30日展开了《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 提出了一份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该草案针对5大类新的国家安全罪行 包括叛国、煽动叛乱和离叛 窃取国家秘密和间谍活动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以及境外干预 该草案引发了一些争议 民间担心它可能侵犯自由和人权 然而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该法案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推出的防御性法律 这次的方案比2003年的版本更加严苛 影响范围更广泛 例如 境外干预罪的定义被扩大 不仅包括外国政府和政党 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在港推展人权活动 此外 该草案还考虑加大警权 如延长犯人激留期 阻止其咨询某些律师 并取消再逃人士的护照 有人担心 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和人权 整个咨询过程将持续一个月 之后政府将把草案呈上立法会审议 并计划在今年夏季之前实施 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反驳队 以回应对该草案的批评和政治攻击 李家超表示 政府将通过解释和宣传来阐明其立法意图 强调该法案的目的是保护自身免受攻击 尽管香港政府强调该法案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 但一些人担心 这可能会限制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他们呼吁政府平衡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的关系 并明确界定新法律的范围和定义 本地足球 朱宝恩加盟中甲佛山浩博 首位香港女将取得国内职业合约 新岛日报 本地女子足球队宋恩公民宣布 球队成员朱宝恩转投中甲球队佛山浩博 成为首位取得国内职业合约的香港女子足球员 朱宝恩现为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队成员 并在本赛季的联赛中表现出色 他希望能为年轻球员树立榜样 鼓励更多女子足球员追求梦想 朱宝恩感谢家人 教练 赞助商和队友的支持 球队主教练梁关聪表示 希望朱宝恩能珍惜这次机会 并希望未来还有更多香港女子球员能够外流 提升香港女足整体水平 宋恩公民女子足球队成立于2010年 球队曾多次获得冠军和奖项 并注重清训 培养新一代女足球员 中出商会邀请您汉豪局长 分享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新岛日报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中出商会邀请发展局局长您汉豪担任主讲嘉宾 分享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并与出席的会动作交流 您汉豪局长表示 政府已找到未来十年的土地供应量 其中北部都会区占了1400公顷 其中约400公顷来自交易周人工岛 北部都会区的规划以产业带动 基建先行为主轴 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区的重要节点 中出商会每月会董会议后 增设政商畅谈分享交流活动 以扩展会晤 会长贝君旗表示 土地供应和规划 对香港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他乐见政府致力于开拓土地来源 解决市民关注的社会和民生问题 交流分享会由副会长 兼秘书长温信平主持 律会的还有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黄英豪 副会长彭楚夫 李秀恒 陈建年 副秘书长蔡德生 李淑源 以及常董诸国基 赵忠岳琼 陈志卓 赵振武 李丰年 张文佳等约60人 律会人员对不同议题提出了意见 包括建议为商会提供用地申请 以及平衡商用和住宅用地的需求 《大长津》相隔20年重拍 52岁李英爱在演主角 当年香港收视高达50点 新岛日报 据报道 韩国女演员李英爱将再次出演《大长津》系列的新剧《一女大长津》 该剧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拍 并计划于明年初播出 《大长津》是一部受欢迎的史剧 于2003年至2004年在韩国播出 随后在亚洲各地掀起了寒流热潮 李英爱在剧中饰演主角《大长津》 该角色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 新剧《一女大长津》将继续讲述《大长津》成为医生后的故事 另一位韩国女演员金泰西也将进军和礼活 她将出演美剧《Butterfly》 这是一部间谍剧 讲述了前美国情报特工David Young的故事 剧集的制作方表示 金泰西将在剧中用英语对话 此外 韩国女演员IU和朴宝健主演的韩剧《你辛苦了》也将在Netflix首播 剧集讲述了两位主人公艾顺和观直在少年和中年时期的故事 这些消息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和期待 他们期待能够看到李英爱 金泰西和IU等韩国女演员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 这也显示了韩剧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报告 香港信仰自由虚恶化 天主教穆斯林皆被中国化 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民间组织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CFHK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在香港进行宗教中国化的运动 导致香港宗教自由恶化 报告详述了中共利用教育进行洗脑 威吓神职人员和信徒的行为 以及对各宗教和信徒进行直接攻击的情况 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和其他民主国家 对中共在香港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采取行动 并在与香港和中国政府进行的外交对话中 重点呼吁保障香港宗教自由和释放良心政治犯 亚洲悲直击 日本周三晚七十三十分斗八零 怕再遇十二码魔咒 九宝剑英记对手强劲体力 新岛日报 日本队在亚洲杯的前十六强赛前召开了记者会 领队森宝一表示 球队确实练习了互设十二码 但希望能在法定时间内解决对手 而不必拖到点球大战 他还表示 如果需要点球大战 可能会考虑换门将 对手巴林的领队比萨表示 他们会参考伊拉克战胜日本的比赛的经验来应对日本队 而巴林队的首将艾哈耶则表示 他们不怕日本 会尊重对手并努力提出一场好比赛 另外 亚洲杯的赛程也已经确定 日本队巴林的比赛将于周三晚上七十三十分举行 第一场伊朗对叙利亚的比赛将于周四凌晨临时进行 二十三条立法 中联办主任郑彦雄 香港焕发出国安家好心景象 立法更体现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 新岛日报 中联办2024年新春招待会于今晚在会展举行 中联办主任郑彦雄在致辞中强调 发展与安全是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他表示 香港人具有特别能驾驭变局的特质 每每能够创造奇迹 他希望香港能把握民族复兴的势头 把握中国是现代化的机遇 不断创新发展 他还表示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 香港焕发出国安家好心景象 下一步将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他呼吁香港坚守一国两制 坚守法治香港 活力香港 多元香港 为创业者 打工者 投资人 合作者 创造者 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致辞中宣布 特区政府将在龙年完成三项任务 包括尽快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权力推动经济发展 持续改善市民生活 他表示 安稳社会保障 对促进投资起关键作用 将尽快补上国家安全短板 他还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环球投资者充满吸引力 将加入RCEP 他呼吁区议会务实以市民为中心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招待会上环安排了一系列节目 包括乐团演奏和学生代表合唱等 出席招待会的嘉宾包括中联办副主任 国安公署署长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等 这次招待会是为了庆祝新春 也是为了展示香港的发展和安全形势 并向香港人传达希望和祝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